一秒激怒意大利人的客家小炒梅干扣肉披萨 将在台湾美食站登场请民众试吃 客委会为了推动客家美食 结合更亲近大众的现代饮食 中西餐傻傻分不清楚十分特别 还有米其林餐盘推荐的顶级牛排套餐 七折就能吃得到 吃的美味之外还兼顾营养的QQ果冻 让大人小孩都爱不释手 台湾美食站集结多元丰富的美食与优惠限定 推荐给国内外民众 那我们今年跟达美乐披萨 结合了梅干扣肉口味 客家小炒口味的披萨 那这个也会在达美乐的所有的门市上面 全部来贩售 那今年的这个美食展上面呢 也会邀请达美乐的这个伙伴们 能够在现场来制作现场 可以让大家能够尝尝看 客家小炒披萨跟梅干扣肉披萨的味道怎么样 那小朋友才做选择 那如果两个都想要吃 还有双拼披萨可以选择 就是综合两种口味的这样子的披萨口味 那我们刚刚说客委会近几年来 其实非常希望能够跟主流的饮食文化能够有些结合 那除了刚刚讲到了达美乐披萨之外 我们也和老爷酒店 特别老爷酒店能够合作 我们加入我们客家味道的极匠意大利面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跟西餐结合 我们也找来了这个西餐厅的主厨 能够用法餐的方式来呈现我们传统客家的这个风味 其实这次的美食在 那天成饭店集团也推出了住房餐饮的相关优惠 那包含大家很喜欢的烤鸭一鸭三吃 只要1980元 那可以选择除了片鸭还有两种吃法 那大概是下沙七折左右的优惠 那此外国人很喜欢的牛排 这次我们也有推出就是乐眼牛排双人套餐 那是4180 那同时它也是2018年台北米其林的推荐 那希望用一个优惠的价格 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美食体验 我们致力于做最好吃的保健品 那我们这次来参加台北的美食展呢 原因是因为我们希望说 让大家从保健品大家就觉得瓶瓶罐罐啊 可可利利吃起来很麻烦 但是我们家的话不一样 我们家的话就是吃起来好吃 然后健康有效 那很多瓶瓶罐罐的保健品 会跟你们说ABC加起来 就例如说我们胶原蛋白好了 ABC加起来吃着才有用 但我们家不一样 我们家总共里面有八支专利 我们把所有对皮肤好的东西都加进去 一到二十八型的胶原蛋白才有效 对不对 我们不是 我们家的是胶原蛋白三生态 那三生态的话 它就是需要不被转换 然后就可以直接被吸收的 那我们来这一次参加美食展的话 总共有五个品项 一个是抗流感的益生菌 一个是胶原蛋白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是叶黄素果冻 大人小朋友都很适合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出宝宝的代餐 就是让我们启动一整天的代谢的 还有最重要的是女生的消水种 会在就是我们的美食展出两项 它是一个最优惠的活动内容 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啰 六百个汤味展出美食伴手礼 还有展演全台各地冠军菜肴 推广各区游城 厨艺教室DIY体验活动 带动美食文化与观光 那么我们在出去世界各国 行交台湾的时候 最能够让世界各国的旅客经验的 其实就是美食 其实就是台湾的美食 这个台湾的美食有从珍珠奶茶 这种小小的一颗一颗的美味的 到小笼包 到各种调酒 到各种独特的菜色 那当我们在国外行销的时候 其实这个都吸引了非常多 很多这些世界各国 不管是日本、韩国、东南洋 或者欧美国家的朋友 他们都在现场都表达 要来台湾 品尝台湾的美食 其实也可以从调查可以知道 事实上观光局也好 我们世界旅游的组织 都有做过一些调查资料显示 台湾的观光客其实在2019有1000多万 那从疫情之后 我们的观光客也来了 7月21号好不容易 疫情之后我们也达到了300万 从统计调查来看的话 最喜欢来台湾的旅游 第一名叫做来吃台湾的美食 来吃台湾的美食 所以观光局跟我们政府各级各个部门 还有我们所有的厂商朋友 大家共同就在每年的八月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八月4号 一个美食的平台 我们是希望集合所有的 从食材产地到餐桌的桌上 这里头的这个程序 非常地复杂 非常地有高度的技巧 有艺术性 还有技术性 要有经验 要有厨师的内涵 所以从眼睛看到的 吃到嘴巴的 拿到送到嘴巴里头 去品尝到的感受 所以今年我们这边 叫做吃美味尝幸福 是我们这次美食展的主题 那台湾从这个小吃 通版小吃 到这种经典的台菜 其实都是很多的国际观看客 来到台湾 要去体验这样的美食的 这样的一个经验 那从这个观看局的 来台旅客的动向调查里面的资料显示 美食其实是最重要的 一样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们可以讲说是美食是观光的引路人 应该可以这样来讲 那观光局对美食的相当的推展活动 其实是很重视 那包含这些的刚刚会长所提的 像蔬食的文化 台湾有很棒的这样的蔬食文化 那另外呢 我们也推动这种比较多元友善的穆斯林 这个哈拉夫餐厅的一个认证 那当然有包含这个米其林的餐厅 那当然就是我们年度最重要的台湾美食展 那这些就是观光局在推展各项的一个 各项的一个美食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无非就是要吸引我们世界的观光客 来到台湾吃美食 然后来进行这个观光的一个消费 除了大大美食 各大饭店都有推出超值优惠餐券住宿券 异国美食区也饮食会友 包括日本韩国越南还有奈及利亚好味 让民众逛展挖宝 享受美食带来的幸福感 吃美味 尝幸福 记者问君 台北不到